您好 欢迎收看3月11号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花联县教育处11号在光复国中举行了 111学年度科技教育创意实作竞赛 全县各国中小学有35支队伍参赛 不论是深合科技组还是资讯科技组 除了考验团队默契 每个人还要首脑并用 积极角逐 现代表权要出征全国赛 参赛同学充分利用桌上的工具 在有限的时间内打造超级无敌运输码头 完成取得安全航线 以及分类堆叠货物的任务 另一旁资讯科技组的参赛队伍 透过简报说明实际操作展示 轻盈共好的设计成品 希望获得评审团的青睐 这是111学年花联县科技教育创意实作竞赛的现场 推动花联科技教育 县政府分别在北中南三校设置科技教育中心 其中中区的光复国中科教中心 主要是以生活科技运用时做教育为核心 因此这学期的初赛就特别以示到中区 吸引了全县国中小学共35支队伍参赛 那我们这一次生活科技的竞赛 就是有订定一些题目 事实上这些课程都是跟我们的生活有关联性的 也就是符应了我们108课纲 以素养为导向的一个生活的一个课程的设计 结合实际在生活中主要解决的问题 那它就是一种系统性思考的方式 来解决生活上的问题 光复科技教育中心成立 最近已有5年的时间 除了成为花联中区生活科教 实作教育的重镇 校方也透过师生共学共训 培养专业智能技术 目前也推动师资教科的漂移扩散 让生活科技教育更为普及化 所以在这一年我们有办了非常多的共训 所谓共训不只是老师包括学生 像大家今天看到的科技竞赛 那当然有了人力也需要物力 所以我们不只有教师的这样的资源的漂移 也有工具设备这样的漂移 那接着呢我们去设计课程 分享漂移 再来呢培养老师 也把老师的人力漂移出去 接着我们把我们的教学设备 工具漂移出去 那希望最后是整个教育呢 可以一起大家来共享 111学年度科技教育创意实作竞赛初赛 不论是生活科技实作组 还是资讯科技组 各校参赛队伍除了考验团队默契 每人无不使出浑身解数 运用所学 手脑并用 发挥创意 解决问题 全力争取现代表权 出征全国赛 记者是越南光复采访报导